OK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個SWILM3D到底要怎麼用 那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到這邊來 我已經有幫各位準備好這個教材的部分了 在這裡 有一個基本講義 你可以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心掌的部分就有掠過掠過 好 往下走 3D邊也先跳過來 來 重點來了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各位呢 現在這個時代出來學3D 正是時候 我們以前二十幾年前出來學太早了 因為那時候好辛苦 沒有模型什麼都沒有 所以以前學3D模型過不了就學不下去了 好 那各位呢 現在比較方便 黃路上有一堆 但是呢 你要先了解共通的什麼 這些所謂的3D模型的格式 3D模型格式 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 比較鼓勵各位用的是所謂的OPJ OPJ這種格式 這是共通的 就跟各位平常在用什麼 你在圖片 你用JPG啦 PMG啦 GIF 是網頁上大家共通的格式 所以你要認識一下 那DAE呢 其實也可以 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欸 Google地球的也可以放進來 Google地球 我問一下 有沒有同學用過Google地球 不是地圖喔 地球喔 地球喔 地球跟地圖有什麼不一樣 好 看起來都很像啊 現在事實上功能已經 老實講已經90%以上是一樣的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特殊功能啦 還是有一些特殊功能 好 因為呢 Google地球上面也可以蓋房子 也可以蓋建築 也可以蓋建築喔 好 OK 那你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先進來看這邊 往下走喔 等一下資源的部分我們待會兒再看 我們先往下走 你剛剛有看到基本操作 有沒有 打開就可以了 好 介面呢 我們先簡單說明一下囉 第一個 待會兒你進去之後 你左手邊會先看到什麼 這個 所謂的模型的類別 那麼預設的話呢 是全部都秀出來 但是呢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你可以去選擇你想要的類型 第二個 我們在右手邊會有一個平面圖 2D的平面圖 那這個平面圖呢 你在這邊 事實上我們主要工作區域就在2D 這3D主要是拿來看的 所以你會2D就會3D 這樣可以 所以你看我們下面 有沒有 3D的立體圖是在這邊 那如果你有把模型加進去這裡面來的時候呢 我們在左下角這邊就會列出來 你有把哪些模型加在這邊 加在這邊 這樣你要找 就好像你們家的資產一樣嘛 對不對 資產列表會出現在左手邊 你也會比較清楚它放在哪邊 然後它的大小多少 所以這是基本的 那水龍3D它的基本格式呢 就是這個叫SH3D 這是它的 那水龍3D呢 它除了能夠把標準的格式拿來用 3D模型來用以外 很重要的 我們不是故步自封 你可以把水龍3D做好的東西拿到哪裡 拿到標準的3D軟體來用 標準的3D軟體來用 所以它也可以做會出的動作 也可以做會出的動作 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我們先進來看一下囉 在這邊 在這裡 好 你看上面這邊 假設我現在先簡單一個平面 你看這裡 有沒有 這個 我先做一個 這個是畫地板的 畫地板的 來 這邊 你看我把它畫一下囉 畫一下 有沒有發現下面3D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我現在結束 你看 有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類別 有沒有很多 好 那我們呢 如果你 我們先從戶外的來好了 好 比如說你在這邊 我想要一棵樹嘛 有沒有 樹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人說今天不會3D的 蛤 好像不會齁 沙坑有沒有 小時候不是很喜歡玩沙坑嗎 這裡都有 然後我會發現很多人都會喜歡有盪球籤 有沒有很簡單 好像應該不用我講對不對 自己好像就會了齁 你放進來 比如說你看公園的那棵樹齁 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看看戶外的還有哪些 好 這裡有長椅對不對 進來 然後這裡還有樹 我可以再放 萬一樹太大或太小怎麼辦 可以縮放一下 這個時候你就要看一下 它的外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們除了移動它 1 2 3 4 有沒有四個不同的圖示 這個呢 你就可以回到我們講義這邊來 稍微看一下囉 在這裡 你看 你家 你家 有沒有看到了 一個是什麼 縮放旋轉跟什麼 它的高度 模型的高度 那你記得一下 這個縮放是有平面的縮放 不含高度的 那有一個比較特殊叫懸空高度 什麼叫懸空高度呢 我們從這邊給你看一下 你可能會比較清楚 比如說我們抓個這個 桌子來用一下 好 野餐桌 好 把它丟出來 來 你看一下齁 那找隻狗狗 欸 請問有沒有狗啊 有沒有貓 有 但是不會在戶外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去找一下別的啊 人物跟動物有沒有 欸 找個人啊 你也可以找人出來啊 找人坐在椅子上啊 你看 丟出來 有沒有 拉過來 叫他坐來這邊 有沒有自動就定位 有沒有 比各位乖一點 自動就定位有沒有 啊 狗狗咧 找兔子好的齁齁 兔子來 放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兔子他也知道要放 跳在桌子上 知道什麼叫懸空高度了嗎 如果你兔子想要擺在人的身邊 你放過來 這樣他好像有特異功能對不對 怎麼辦 來這裡懸空高度 叫你坐好好嘛 有沒有 這樣清楚了齁 所以你如果說萬一要縮放的話呢 你也可以從這邊縮 不過一般我會比較喜歡 維持比例的縮放 比如說欸 這邊這樣那麼 我要小隻一點 比較可愛嘛 對不對 我就勾起來 這樣有沒有小隻一點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今天這個水龍3D會不會很難 好像沒有很難齁 隨隨便便應該都會吧 這樣有沒有3D模型就做好了 請問你有做什麼模型 我也搞不清楚 我只覺得 就是丟一丟就好了 那不簡單齁 給你試看看好不好 來